三十天后,县门百家还围在阵法外,招魂仪式一次次开始,又一次次失败,但却毫不气馁,和打了鸡血一样,轮番上阵。 魏无羡无聊地躺在树上,无奈地看着这些阵外打了鸡血的百家,哀叹道,哎,有完没完啊。 对于这些人的智商,魏无羡是真心佩服,想他遗令老祖,这乱葬岗就是他开山立派的根本,修的就是鬼道遇鬼,玩的就是怨灵怨气,闲暇就是发明创造。 这些人倒好,拿着他创造的福转法器,跑到他的地盘来招他的魂。 只要他不想,别说是在他的地盘,不管是在哪里,都不可能有人能招到他。 不但招不到他,只要他想,他们一个魂都别想招到,除非那人的修为能比他高得很多。 再看看外面这群人,出去估计也就是蓝家方针能比他的修为高,其余的最多也只能和他打成平手罢了,而蓝家之所以招不动他。 看着蓝家挂的旗帜和福转,魏无羡快笑得从树上掉下来了。 不愧是蓝家呀,就连画福转都是功功整整,横平竖直的。 这样的福转对付一般的魂体,甚至是高界的灵体都没有问题, 但是,想要招动他,那就不可能了。 看样子,蓝家对福转是真的不擅长啊。 也难怪当初蓝战就一张听话福就能乖乖地喝酒,并且叫自己魏哥哥。 魏英转眼,看向了盘坐着打坐的白色身影,然后想到那句魏哥哥,再看看白色的身影,那面无表情的脸,然后…… 魏英还是笑得从树上摔了下来,虽说摔不到他。 又过了十来日光景,魏无羡兴高采烈地蹲在一片杂土地前, 地上跑有个坑,是他命令怨气集中冲向一处冲了几天才完成的。 没办法,谁叫他没有实体碰不到这些东西呢,所以也只能奴隐一下那些无处可去的怨气了。 说是说冲个坑,可是动静却不能太大呀,外面还围着急于召唤他的百家呢, 所以啊,苦逼的怨气这个坑,其实是一点一点吹出来的。 这段日子,魏无羡是真的无聊透了,除了在血池内养魂修炼, 再有就是无聊了以后出来玩玩看看百家的动态。 可这百家一日日的一点心意都没有,又把个结界围得水泄不通的, 魏无羡溜溜不出去又没事可做,魂体也修炼得比较稳固了,也就开始花屎作妖了。 魏无羡仔细看了看这个吹出来的坑,满意地点了点头。 看看欣欣,来来来,坐进坑里去。 魏无羡身旁,一个赤红的女鬼无语地看着她。 咿咿呀呀声传来,两个鬼童飘进了坑里, 一个是粉色的女童,扎着两个小饼粉嫩天真, 还有一个是蓝色的男童,梳着一个单马尾,一看就知道是谁的杰作。 看两个小鬼童坐进了坑里,魏无羡高兴地说, 太好了,来来来,我们把土埋进去,看看乱葬岗的土能不能种出鬼娃娃来。 赤红女鬼更是无语了,他看着魏无羡无奈地说道, 老祖,你是想哀怨了是吗? 魏无羡一声不响地看着坑里的两个娃娃,再转身看看赤红女鬼。 赤鬼啊,你生前不是个公主吗? 怎么学会了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娄戏啊? 老祖,赤鬼只是不想你糟蹋我的孩儿。 没错,两个鬼娃是赤红女鬼的孩子。 赤红女鬼生前是位公主,和敌国国君一见钟情, 不顾亲族反对义无反顾地出嫁了, 最后还是被丈夫攻破了母国的大门,血洗了自己的亲族。 他怀着肚子跪在自己夫君面前,求自己夫君饶自己父母一命。 可惜,换来的是夫君无情的一脚。 这一脚也让他的孩子急于来世,可他的夫君没有管他, 而是忙于诛杀他的亲族们。 最后想起他的时候,他已经是弥留之计了。 结果,他的夫君将他和肚子里的孩子一起丢进了这乱葬岗, 任他自身自灭。 得得得,怕了你了,和你秦姐一个脾气。 魏英把两个鬼童拎了起来往边上移放, 自己一屁股坐进了坑里。 两条长腿往坑外一声,示意两个鬼童抱着他的大腿。 鬼童,无奈地看着眼前变着法欺负他孩儿的人, 轻叹了一声。 赤鬼,魏无羡突然叫道。 你还愿吗? 赤鬼一愣,轻笑了一声, 绝美的容颜,居然有一股仙气环绕。 他没有回答魏无羡的问题, 也无法回答。 他生产弥留之际,死在了这乱葬岗。 使人皆知,鬼类的怨气, 女鬼要大于男鬼, 阴鬼要大于女鬼。 他这样一个带着阴鬼的灵怨, 可以说是怨气的深级版了。 乱葬岗的那些灵怨都不大敢惹他, 他也不死心地用怨气来滋养着自己的孩子, 可是他毕竟不是修宪之人, 几百年来怨气的滋养都没有能让他的孩子生长, 直到那天, 这个男人从天而降。 还有最后三天了, 江总主, 请你交出陈情吧。 突然, 一道声音在耳边响起, 是听鬼传来的。 魏无羡和赤鬼抬头望去, 只见金光扇站在江城面前义正言辞的道。 江总主, 听我这个长辈一句劝, 不要过于执迷了。 交出陈情, 我们将陈情和随便一起祭出。 这是魏无羡身前的佩剑和一品灵气, 他们都有魏无羡的灵石, 用他们来祭祀召魂, 肯定能把魏无羡的灵魂拘来。 请不吝点赞,